女性穿衣有多大胆 黄胜衣身穿蓝色高开叉 礼服出席红毯 礼服身为开到肚脐 高开叉开到腿根 礼服设计太大胆 上下全不失手 走起路来都是小心翼翼 一般人还真穿不出来 文永山出席红毯 身穿黑色挂脖礼服 从正面看起来还很正常 可一个侧身才知道礼服的心机之处 礼服全靠臀部两个扣子固定 大胆又性感 不得不说姐姐是真的哟 张天爱出现红毯 一身抹胸身为礼服 完美身材展现无遗 吓得旁边男性都不敢转头 镂空蝴蝶结高开叉礼服 也是性感撩人 拍照时张天爱还大胆 撩开裙摆露出眉腿 整个人性感又大方 平时个人都是乖乖女形象的乔心 走红男时可谓是大胆无比 一身白色绑戴镂空长裙 将好身材保留无遗 但礼服大胆的剪裁 让乔心好像围了一圈铺条 和徐正希一起出席红毯 更是大胆 黑色透视礼服 性感十足 好身材若隐若现 彻底没有了乖乖女形象 张新闻出席红毯 一身木凶高开叉礼服 大方优雅 奈何当天晚上风太大 高开叉的礼服被连连吹起 差点走光的张新闻 只能手忙脚乱地拉近裙摆 但他也不忘面对镜头微笑 只能说借起心理素质真强 袁立在出席某次活动时 身穿黑色镂空礼服 出场不到十分钟 立马吸引了无数媒体和记者的关注 镂空的礼服 甚至能看清李冰的内裤 不得不说 女星为博眼球 简直太大胆了 猝不及防地红毯尴尬瞬间 张子怡慈善夜上和李冰冰拍完照后 自作多情地留下来 以为摄影师要单拍 没想到摆好姿势后 却遭到了苏莽的驱赶 张子怡瞬间不爽 嘟捞了一句扭头就走 杨杨出席星光大赏红毯时 光顾着耍帅没注意脚下楼梯 结果却一不小心差点摔下楼梯 让很多网友替他捏了一把汗 吴宗宪和女儿吴珊如走红台时 吴珊如的礼服一直往下滑 走到一半的吴宗宪查觉后 直接在众目睽睽之下 帮忙整理抹胸 吴珊如也被父亲这部行为感到惊讶 而吴宗宪却依然面不盖色 在镜头面前这种行为 怕是不合适吧 陈小恩在出席某活动时 不小心地被地毯半倒 穿着恨天高的他 直接给观众摆了个早年 被工作人员扶起来的他 尴尬得一直无嘴笑 随飞飞走红台时 不小心被主持人踩住裙脚 导致礼服滑落意外走光 侄子在媒体面前大露冲光 唱片一度十分尴尬 刘伯欣出席红台 身穿超短上衣绣马甲线 结果一台胳膊差点走光 露出那衣太尴尬 不知道他本人会怎么想 龙颖霄参加某活动 他身穿蓝色泡泡绣站在中间 其余三人都十分端正 只有他不断地转来转去 不断地扭着腰身 像个滚筒洗衣机一样 其他人见他如此 都不自觉地后退一步 独留他一人抢镜 画面要多尴尬 有多尴尬